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KKI 今天又要帶各位到哪裡玩了呢 這次帶大家到比較輕鬆的景點 前幾次我去爬山 爬山涉水去看瀑布 真的超累的 那我整個腿痠到不行 然後回到家還剃腿 走路都會痛啊 所以這次要帶你們來看花 這裡是台北植物園 每年6月到7月這個時間 它的荷花池的荷花開了 而且開的還不算少 其實現場看的時候 那個荷花還蠻大多的 好 植物園要怎麼來呢 其實它就在捷運小南門3號出口 走到這邊很快就到了 現在我把鏡頭轉到捷運小南門站囉 這裡就是捷運小南門站3號出口 當你從出口走出來的時候 往左轉 就一直直走走到底 就是植物園了 從捷運站走過來 只要3分鐘就到了 台北植物園早期是台灣省林業試驗所 在裡面呢 種滿了各式各樣的植物花卉 它每天早上5點半就開門了 一直到晚上10點 每一天週一到週日都有開 大家知道了齁 現在我們就進去囉 現在才早上7點多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這邊運動散步 其實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以為會蠻少人的 我發現植物園 有些區域以及通道 8點半才會開 所以太早來也不見得是好喔 在植物園裡面也有一些古蹟和建築物 像這個是青差型台 它的開放時間呢 就是禮拜三到禮拜天 早上9點半至下午4點半 不過現在才7點多嘛 還沒開 這裡就是荷花池廣場 這裡就是荷花池廣場 現場看荷花好大一顆喔 到現在我還分不清楚荷花以及蓮花 到底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專業的朋友跟我講呢 什麼 原來荷花就是蓮花 長姿勢了 好 植物園在台北 是 你就把它當做一個 很大的一個森林公園 這裡有許多的小動物 鳥類 還有現在你看到的荷花池 所以你在這裡啊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攝影師 扛著大炮 來這邊拍這些小動物 那個設備啊 一個比一個還要昂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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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做一個總結 如果你想要看荷花的話 台北植物園 你就可以看到了 你不需要跑到郊外去 還有 當你走在植物園的時候啊 請留意你的周遭 或許有一些花花草草 也很漂亮 你可以跟它拍個照 還有啊 不要太早來 太早來的話 有些區域還沒開放 8點半以後再來會比較好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多多分享給朋友知道 邀請他一起來看荷花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就趕快訂閱 順便打開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的 旅遊和交通資訊 下次見囉 掰掰